極罕見 首次有倖存者親述 過程超乎想像 陳文甲 菲律賓總統下令緩和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 郡眾內鬥激烈 張友俠能否平安著陸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7月6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李東梅 觀眾朋友 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經歷能給大家啟發 兩個月之前 李先生看到三高代謝寶的廣告 就決定買給他的太太吃 他太太有高血糖 我們來聽聽李先生怎麼說 因為我太太的買給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現在吃的情況是怎樣 沒有了 因為過幾月 兩個月左右 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沒有吃藥的 後來見廣告 這個YouTube 你看這個 什麼 希望之星 見到 所以我買回來給他吃 他吃之餘比較熟 比較重量 他吃了十二 吃了一個月 他現在落到6.4 現在是A1C 凍今天是A1C 是A1C 糖分為ере 非常小 是A1C 按著低尺 剛才會調整 數 Medium 所以我繼續買給他吃 有一些全部都不是我買 只有一份是幫朋友買的 短短一個月 李太太的血糖就下降了 希望這個故事能給大家一些鼓勵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也都畏高血糖煩惱 可以試一下李先生的方法 或者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後提醒大家 無論使用任何食療的保健品 最好先諮詢醫生 確保安全 以下是今日新聞的詳細內容 7月3日 程佩銘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 講述自己在中國一段超乎人想像的經歷 程佩銘1965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繼西市 現年59歲 2020年冒險出逃去美國 之後他進行了一系列的醫學檢查 確認他部分肝和肺被中共強行摘取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程佩銘在2001年 因為修煉法輪功被判刑8年 2004年11月16日 黑龍江大慶監獄將當時臣致清醒 身體沒有任何不適的程佩銘 強制送入大慶第四醫院 警察通知程佩銘的家人說他生命垂危 手術失敗率是80% 程佩銘拒絕簽紙 但就被6個警察禁住打麻藥 3天後 2004年11月19日 程佩銘甦醒過來時 右腳被療靠扣在病床上 一隻手臂和兩隻腳都在輸液 臂插著氧氣管 4天後程佩銘被押回監獄 他現在的胸腔 還有一條35厘米的雙巴 在陰雨天 他的左臂和臘骨處都會痛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在7月5日 採訪了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需大學講師 楊桂遠博士 楊桂遠說 好像腎移植 切了一個腎 剩下一個腎 他還能夠生活得很好 為什麼人要有兩個腎 舉個例子 他如果劇烈運動或有病時 代謝物比較多時就有影響 日常生活是沒有影響的 這就是人的器官 也有很多餘糧 肝其實只有一部分起作用 它就能夠滿足身體的需要 所以肝移植 它不是整個移植的 可以切一塊 因為肝它還有生長的功能 所以是可能有幸存者的 這是沒問題的 程佩銘在記者會上透露 在醫院看守他的獄境姓趙 他回到監獄後 這個獄境告訴其他人 自己聽到護士長說 他做了30年的醫護工作 第一次碰到做移植手術 一年多之後 2006年的3月2日 程佩銘有一次在身體沒有任何異常的情況下 被強制送入大慶龍南醫院 關押在五樓 用腳鏈扣在床上 有兩個警察監視著他 程佩銘回憶說 有一個醫生過來摸了下我的肚子 說明天替我做手術治療 奇跡出現在這個時候 就在3月3日晚上凌晨2點 程佩銘趁警察不注意 順著防火通道走出去 中共公安部對他下達B級的通緝令 圓紅5萬人民幣 逃跑的期間 程佩銘通過明慧網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他說感到非常恐懼 一想到在醫院的那段經歷 他就打冷鎮 兩個月的時間 他都不敢脫衣睡覺 他明白到 在2004年大慶醫院做的移植意味著什麼 李長春曾經在哈佛醫學院 從事刻次共振成像一段研究 他在記者會上說 自從2020年來到美國 程佩銘接受了9次不同的影像學檢查 包括3次CT掃描 3次超性波 2次X光 和1次核磁共振 根據對這些測試的分析 確定他的肝臟左葉已經被撤除 這個手術只能追溯到2004年11月的手術 這是程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住院接受手術 李長春說 過去3年中 10位醫生分析了測試結果 其中包括一位 肝移植技術的先驅和一位肝膽專家 兩個人都認可了上述的發現 楊桂遠表示 這個真實的事例證實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 以後這些事例會暴露得越來越多 中共怕暴露 本來移植器官也可以不死 但為了殺人滅口也會殺他們 有些被移植器官被摘除後 護理可能要牽涉很多的精力或花費 所以他們不會救 但幸存者逃出來也有 中共封鎖消息 其實這麽大範圍 它是很難封得住的 美國天主教大學 前機械工程系主任聶森 在記者會上表示 曾經在醫學研究領域工作的獨立時評人 橫河 為何會長達35厘米 對方回答 這樣可以看清楚所有器官 他的刑期是8年 手術時是他服刑2年時 還有6年的刑期 他一直會被關在監獄 下一次還可以做其他人的工體 曾經在醫學研究領域工作的獨立時評人 橫河告訴美國之音 有關調查難度極大 能有當事人作證極其罕見 未來或能突破的一點是 施手術的醫生能站出來作證 程沛明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他身邊的法輪功學員 被迫害死了20多個 我今天站在這裡 不僅是為我自己發聲 我們曾經有個約定 無論誰可以活著出去 一定要將裡面迫害的罪惡 和真相說給世人聽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羅密歐布魯納將軍 7月4日表示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 已指示軍方緩和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 7月2日 菲律賓參議院表示 中共計劃用高超音速導彈攻擊菲律賓 鎖定25個目標 其中一個是距離台灣140公里的巴丹島 對此 菲律賓軍方表示嚴重關切 當日小馬可斯總統在馬尼拉 主持了非中兩國官員的一論會談 雙方同意有必要恢復信任和信心 利更好地管控雙方在南中國海的海上爭端 並緩和緊張局勢 對菲律賓政府下令軍方緩和南海緊張局勢的原因 希望斯星記者7月5日採訪了台灣開南大學 國家技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博士 陳文甲認為 菲律賓政府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 避免衝突升級 他說菲律賓政府下令軍方緩和南海的緊張局勢 是希望確保他的愚民 能在專屬經濟海域內自由報撈 並防止中國船隻干擾 有助於保障菲律賓的經濟利益和主權權利 避免衝突升級 近期南海發生了多宗 涉及菲律賓和中共船隻的衝突事件 包括船隻、箱撞和使用水炮等 這些事件加劇了緊張局勢 所以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緩和緊張的局勢 防止進一步的軍事衝突升級 陳文甲表示 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和中共的對話 來和平解決兩國的軍事爭奪 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和中共的對話 和外交手段來解決爭奪 避免軍事衝突帶來的負面影響 菲律賓政府希望通過和美國、日本、澳洲的聯合海上演習 和其他合作展示菲律賓政府在區域安全事務中的積極角色 並利用這些國際合作來增強對中共的談判籌碼 菲律賓和中共近年在南中國海衝突頻繁 尤其是近幾個月 更加是衝突升級 中共不斷在南中國海域採取挑釁活動 使用水炮、軍事級的激光和船隻衝撞等手段 尤其不斷騷擾菲律賓向人外招駐守的軍人提供補給 今年6月17日 菲律賓海軍提供補給的船隻遭到中共海警人員的襲擊 導致一名菲律賓士兵失去了一隻手指 槍枝被搶、欺癲船被損壞 這是近幾個月來中共和菲律賓船之間 最新而且最嚴重的一次衝突 日本、美國和亞洲和西方盟國 和安全夥伴都對中共的行為表示擔憂 前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 因為涉嫌貪腐遭中共處分 在本次的軍中清洗中 作為中共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 能不能平安著陸呢? 國防部長的貪腐也引發外界質疑 中共軍隊的戰鬥能力和戰備狀態 魏鳳和和李尚福兩個人的罪名 都有對抗組織審查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並收受巨額錢款 涉嫌受賄罪 李尚福給魏鳳和 多了一項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送他人錢款 涉嫌行賄罪 自媒體人張天亮表示 李尚福行賄的對象 絕對不僅是魏鳳和 一定有張又俠 因為張又俠是總莊被捕部長 之後由李尚福接任 張又俠是李尚福的老領導 李尚福能夠入中央軍委 也是他的提攜 而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握中共大權之後 張聖文從政軍級升任上將 中央委員十年之內進升了四級 但是習近平就被李尚福擔任國防部長 阻擋了張聖文繼續進升之路 現在張聖文下級調查上級 沒有習近平的撐要 張聖文也不敢這樣做 所以在拿下李尚福這件事上 張聖文是做了重大貢獻的 女澳學者李源華表示 這批人都是郭伯雄 徐塞口擔任軍委副主席期間提拔上來的 行賄買官是規矩 行賄的錢也是貪腐和受賄得來的 那為什麼不說魏鳳和有行賄罪呢? 如果魏鳳和行賄 他的上級作為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 也擺脫不了關係 習近平不想直接撤銷張又俠的職務 因為他在軍中本來就沒有朋友 再加上這是父輩的友誼 他也不可能全部翻臉 他沒辦法做人了 他已經樹敵夠多了 你如果不影響到他 他不會跟你馬上翻臉 但你如果真是謀反 或者和他有什麼過節 那他不管你是誰 李尚福和魏鳳和的罪名中 還有共同一點就是 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 政治生態和產業領域風氣 給黨的事業 國防和軍隊建設 和高階領域幹部形象 造成極大損害等 李源華表示 所有軍中的領導 都是受賄、行賄、貪污 這是配套的 所以每一個人 其實都是同樣的罪名 只不過到了習近平 已經不能忍受的程度 譬如一些軍備 好像國營造武器的 本來就不合格 他們裝備部、火箭軍手裡有錢 那他一定要接受受賄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將不合格的 沒有達標的買進來 這些東西到了根本就沒辦法用的程度 不僅是質量的問題 可能根本就是廢鐵一堆 這就影響了習的所謂百年大計 他一直想通過武統台灣 來樹立他在中共歷史上 他自認為的封攻遺跡 他一看軍隊這些人不幫他 只是顧著自己貪錢 其實共產黨整個就是一個腐敗團火 這已經是他們的生態鏈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我們的節目 我們來看見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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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